能行吗 试一下吗 接了 你好 你有没有哪里疼 请右手指引下你疼痛的部位 天气 加湾是天气 加湾 天气 加湾是天气 加 加湾是天气 加湾是天气 天气 你们看着他吧 我要先去忙了 我可能还是得慢慢来吧 但是他说话了 就是好的开始啊 余飞 姐 心底下还在加快 还先出业吧 姐 姐 你醒醒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姐 姐 子强 别磨蹭 好 我想可能还是 急性一线炎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还需要做一些检查 但是他没办法做摄影机啊 我有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 他体重很轻 吸收不良 很有可能出现了 急性一线炎症反应 和耐药性肺炎 你说他今年都已经得了三次肺炎 那这些症状加起来 是什么 囊心纤维化 没错 那天罕见他 我只知道 他是一种人种的特异病变 对 囊心纤维化 一般只出现在白种人身上 但是每一万五千名亚洲人 会出现瘾症 这也是为什么你姐姐 每次去医院检查 总是查不出 是什么疾病的原因 你们说的那种病 是很严重的病吗 很严重 但是 相对于什么都查不出来比 还是查出来比较幸运一些 没错 只是一个简单的汗液检查 一会儿就会出结果